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這麼高級 阿傑王DIY日記 我們今天要幫車子的傳動軸上有做潤滑保養 這種長長的傳動軸是後驅車與四驅車的特徵 那阿是想到喔 感覺聲音偏大 而且這台車還沒有做過這個保養喔 故障? 那是什麼聲音阿? 你聽 像這樣 阿你是去保養場給人家偷路的喔 不要說修車的功夫好不好 光那個聲音就很難收集了耶 那個我很久以前就搶保養這個傳動軸了 但是你知道人過中年以後就剩下一張嘴了 到今天我才把這個牛油槍買回來 還有我另外又買了一條高溫牛油 這個高溫牛油 看起來品質好像很不錯的樣子 來我們先把這個牛油槍上糖 來我們先把這個牛油槍上糖 好五發裝子彈 喔沒有啦是裝牛油條 開保險 唉唷怎麼油不開 唉唷 唉唷海賊王你在幹嘛啦 第一次開這個囉 唉唷 唉唷 真的拉插 沒關係啦 趕快用衛生紙把它擦一擦 好了好了 不完了 把這個槍頭裝上去 啊其實它就是一個手動式的活塞 把這個牛油慢慢擠出去而已 好我板機已經扣下去囉 已經可以開始作動了 這個因為它是新的 所以要多壓幾次 來你看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哇 晶瑩剔透呢 好漂亮的牛油 但是那個牛油條好像也比較貴一點 啊我這裡還有那個牛油嘴啦 然後這個牛油嘴的尺寸 我沒記錯的話是一分的 如果你要保養傳動軸的話 最好先準備一下 有時候那個牛油嘴也會壞掉 那麼在開始加油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傳動軸的基本結構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呢 是後驅車的傳動軸喔 其實我們今天呢 是要幫傳動軸的這個十字軸層 上潤滑油 這種傳動軸的核心呢 就是十字軸層 現在我們看到的呢 也就是十字軸層的分解圖 那它的實體呢 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的工作目標呢 就是將牛油從牛油嘴加進去 一直到從油封溢出來為止 從這張分解圖呢 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十字軸層的結構 那麼這個裡面呢 磨損最嚴重的 通常都是這個滾針軸層 為了避免它過度磨損呢 所以我們必須定時的 去給它添加牛油 那我們現在開始加油吧 因為這個實在很難排 我使用手機的副鏡頭來做拍攝喔 那你有開美顏的功能嗎 哇這個問題會不會太辛辣了 喔沒有啦 啊我也在想齁 開了應該也是沒有用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啊這個在車底下真的很難拍啊 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找到這種 勉強解決的辦法 來從這裡 我們從這邊開始加 海貞翁你從車底下還能自拍 我先給你拍拍手 來你看這裡 這裡開始滿出來了喔 好海貞翁我看你的手要勾一對 來我們來再多打一點 這邊這邊 你看溢出來了 溢出來了 這個軸扇加牛油啊 一定要打到它溢出來為止 好打好之後把剁出來的部分擦掉 我們來再來看下一個軸扇的位置 這個牛油嘴有一點秀 不知道還能不能打 如果不能打的話就要把它換掉 這就是它的牛油嘴有看見了齁 好啦用我們的牛油槍刺後 你看從畫面上看到我只是躺在那裡 然後手一直動一直動而已 其實我還要調整傳動軸的角度 還有這個相機的位置 接著我又要挺著我的大肚子前進了 說實質那十塊 海貞翁似乎又用它的奶油脂 找到了牛油嘴的位置 對就是那 把它煮下去 就這樣一直煮一直煮 煮到它溢出來就好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耶 工作的時候為什麼一定要講台語 不講台語就沒有那種味道 喔 這樣才是愛台灣啦 油膠完了 我們出去測試一下吧 哇 車子變得好順喔 好好開喔 真是立即有感啊 嗯 我們又成功了 嗯 我們又成功了 都是幾次防禦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訓練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 分享 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 您問他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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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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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